电脑上面淘汰下来的这种音箱 很多家庭现在都不使用了 它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蓝牙功能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非常的麻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就是不用花一份钱 就可以让这个音箱变成是蓝牙的音箱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无论我们是用手机 是看电影或是听歌曲 使用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两种操作方法 需要家里面有闲置的蓝牙耳机 或者是这种闲置的蓝牙小音响才可以 如果这两种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花钱 需要买个这样的蓝牙不放器 其实这个音质是最好听的 操作起来更简单 只需要把音响的插头 直接插在这个插孔就行了 音质是立体声音 双声道非常好听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免费不需要花钱的废物可以再利用 首先看一下这个手持蓝牙小音响 上面是有一个耳机插口 直接给它插在上面去 就可以让这个大音响变成是一个蓝牙音响了 如果你这个是个输入口的情况下 那这个音响就不能使用了 或者是没有这个插口的情况下 也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就需要另外一种方法 就需要把这个音响给它拆开 接两条线出来 把这两条线呢 接在这个音频插头上就行了 包括这个蓝牙耳机 它的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把它给拆开 接两条线 接在这个插头上面 就可以让这个大音响变成是一个蓝牙音响 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蓝牙耳机如何连接这条线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蓝牙耳机 这个主板给它拆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听筒上面 这两条线给它剪断 然后再拨出线头 拨出线头以后 给它接两条线出来 如果有电烙铁的朋友 最好是用烙铁焊上去 焊上去是更牢固 在这呢 我直接先拧上去吧 就不给大家来演示 用电烙铁焊接了 接好以后 然后用个胶带 给它先缠一下 多个聚业 好 缠好以后 接好线 然后呢 把这头 线的这头 我们给它接在 音箱这个插头上面 一条线接在 这个音箱 这个最里边 就是最 最根部 这个接线端子上面 好 就这样接 接上去以后 然后另外一条线 我们把它接在 这两个上面 把这两个都接一块 都缠一块 缠好以后 把这线给它 扭住 这两个一定要 让它都缠在一起 好 就这么简单 这个线呢 我们就接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蓝牙耳机 给它开开机就行了 开机 OK 里面说出声音了 开机 然后呢 咱们用手机 连上这个蓝牙耳机 播放个音乐 来测试一下 没问题是吧 可以调声音大小 都是没问题的 就这么简单 接两条线就行了 这种连接方法 唯一不好的之处呢 就是它是个单声道的 因为我们在接线的时候 是把这一条线 接到左右声道 是接到一块了 所以呢 它出来的是音质 是单声道的 如果对音质 要求比较高的朋友 可以买个就是这样的 蓝牙播放器 这个使用还很方便的 只需要把这插头 直接插上 插到这就可以了 现在咱们来操作一下 看一下我买这个音质怎么样 把这个线 咱们给它再拆开 上面呢 就一个按键 操作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只需要按住不动 就开机了 然后这个使用起来很方便的 这样的音箱 可以直接插上去来使用 或者是有线 手机的耳机 也可以直接插上去 就可以让有线耳机 变成是一个蓝牙耳机 然后呢 它也可以啊 借个这样的转换头 把它呢 也可以插在汽车音响上面 也是可以让汽车音响 变成是一个蓝牙音响的 在开车的时候 听音乐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咱们把它插在 这个大音响上面 来测试一下 听一下双声道 一直怎么样 还是双声道的音质好听 这个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 也可以充热电来使用 还是很方便的 听一下双声道的音质好听